今天教您在家,也能做出酒店口味的梅菜扣肉 胡瓜肉下锅煮 加点葱姜 来点料酒 煮开之后可以盖起来 继续煮15分钟 往里面加点老抽 加一勺叉烧酱 准备给猪皮上色 用牙签给它搓一搓 调好的酱汁,直接刷在猪皮的表面 锅中下油 稍稍有一点冒烟这种状态 提炒一下 盖起来 一定要瞬间盖起来 炸好之后不要马上打开 等它降温之后你再悄悄的把它打开 一定是炸到这种效果 才叫真正的上色 泡水 泡到起虎皮状就可以了 稍微修一下边角 边角也不要丢 边角切成小块 等一下来炒梅菜干 这一块肉其实肥瘦相贱 你也不必说切太厚 梅菜干泡开水40分钟 把水分挤干 在我主页更新了一千多道香西美食 你要是不知道吃啥做啥 等我投降旁边的家号就可以收藏 加葱蒜 干辣椒八角 下刚才的碎肉 下梅菜干 炒到能听到噼里啪的响声 这样就很香 一定要让它吸点水 下蚝油提鲜 刚才的老抽还有叉泡酱 明人不说暗话 就想得到你一个小黄金之词 谢谢啦 生抽 来点盐 下肉片 煮两分钟后 把肉单独挑出来 皮朝下 整齐的摆好 把梅菜挡在上面 放在蒸屁上面 拿个盘子扣一下 上去之后 用小火蒸90分钟 锅中烧水 下一勺盐 加点油 增加它的色泽更明亮 把水烧开 下西南花 脆粒是看到它沸腾的 捞出 扣个盘子 瞬间香味铺皮 拿来烫好的西南花 给它点缀一边 软烂适中 想吃吗 我的主页就是一本活菜谱 去转一转 说不定 总有一道对你有帮助哦